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标准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油价开始回落 这条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面 已经相当准备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情况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云云 每年春节过后 大量的农民工兄弟都会返程工作 许多地方都会集中出现企业招工 工人找工作的高潮 而近几年更是出现了招工难 与找工作难并存的现象 浙江的昆山是一个县级市 但是它却以出口代工模式 在全球的电子产品市场上 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2010年 全球每两台笔记本电脑当中 就有一台是产自于昆山 而支撑起昆山制造业基础的 正是大量的外来打工者 眼下招工难就成为了普遍的现象 昆山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来看记者待会的调查 春节刚过 记者便赶到了昆山火车站 以往这个时候 正是返程人流最集中的时间 但现在却显得有些冷清 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 拿着大包小包回来的打工者 记者注意到 火车站附近 现在已经很难再见到 拖着大蛇皮口袋 找工作的传统农民工形象 取而代之的是 80后90后的新生代 他们穿着时尚打扮入流 连择业的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两千多三千块 就这样 有这样的就比较满意了 没有 都是小好的 找一个好一点的 他叫郭海 1988年出生 今年25岁 来自贵州六盘水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安静地坐在车站广场 他告诉记者 一家昆山企业马上会来接他进场 郭海今年第一次出来打工 这样的收入让他很满意 不过在昆山 很多已经有过一些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则有着更高的要求 他叫吴培丽 90后来自广西象州县 此刻正挤在昆山的人力资源市场 这是年后的第一次招聘会 吴培丽憧憬着 今年能有个好的开端 我想找一份品质管理方面的 学什么专业 学术控 这就是不搭界的 是啊 可是女孩子学术控有点累 做那一行业 就想换一个 吴培丽19岁 刚刚中专毕业就出来打工 她在昆山的两家企业 已经干过一年多 所以这次找工作 她的目标性很强 公司电话操作员的职位大门 向吴培丽敞开 但是吴培丽却担心 工作强度大 并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 她又来到了下一个公司 我们公司是纸质品公司 有没有相关的 和这个纸质品 以前我也做过那方面的工作 就是检测 但是不是纸质品 是机械行业的 机械行业 对 那隔行如隔山啊 吴培丽没想到 第一份简历 还没来得及递出去 就因为跨专业被拒绝了 这对刚才还充满信心的她 无疑是一剂沉重的闷棍 不过90后的吴培丽 很快又开始选择其他的目标 要不要女孩子 我们目前不要 我们现场 主要是现场的品质 现场的品质解业 我们是机械厂的 我知道 昆山人力资源市场 是集人才劳动力 和毕业生三大类就业为一体的 大型人力资源市场 每次招聘会 最少有上百家企业 近万人次应聘 几次碰壁后 吴培丽开始仔细阅读着 市场的招工信息 生怕有消息一弄 你们公司招不到品质检验 知道的 你简历让我看一下可以吗 哦 简历还没钱呢 没钱简历 你帮我陪一张 你好 可以吗 可以 这是吴培丽在招聘会上 第一次被要求填写简历 他认真的写着表格 但很快 用工方注意到 他上加公司离职的原因 是因为请假未批准 回家一次就要离职 离职 不是 如果说公司批的话 那肯定不会离职呀 那离请假要多久 上次吗 上次请了大半个月 一请假就要大半个月 这让用工方有点左右为难 余下的问题似乎又卡在了专业和学历上 是机械行业 一般都不允许女孩子做的 没有啊 我们公司就招女孩子 那我到时候的电话可以随时保持创通吗 可以 可以 好 看来转行的工作不是很好找 但吴培丽并不打算降低对工作的预期 因为在线上的话 做生产的话 肯定就是比较累也比较脏 电子厂 对电子厂压力又大 虽然因为专业不对口而处处碰壁 吴培丽并没有放弃 他打听到南亚电子在招工 于是就凑上去想碰碰运气 你们那个部门是做什么 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同胞机板 就是那些什么电子产品里面的电路板 以前我做过的是PCB PCB 但是我身边是QC QC 对 就是这个东西那已经不过很简单 简单板子 对 可以吧 对 我可以 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 招聘人员让吴培丽下午一点半 带着简历去厂区结合 你想去吗 这个不是我的意象 因为好不容易一上午才有这样一个说 下午你要有时间跟进去 为什么还不是你的意象 因为电子厂我感觉辐色很大 以前也待过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的班 一天下来整个人脸好柔好柔的 辐色太大了 踩着十公分的高跟鞋 从早上七点钟坐了半个小时公交车 赶到人才市场的无赔力 经过四个小时的硬进 显得有些疲惫和沮丧 我们本以为它会降低标准或是达到回子 没想到它竟只找到了人力市场的服务台 请问今天那个阿法拉法公司有没有过来照片 好 那百利盖呢 也没有 吴培利说其实他最想去的还是这些外资企业 体面收入高工作强度也不大 但是现在看来找工作似乎并不顺利 走在工业区的街头 想当质检员的吴培利看上去情绪有点低落 在吴培利求职一无所获的时候 贵州六盘水的郭海已经被接到企业进行了上岗培训 他学的是机械一体化和企业所需对口 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团体 感受嘛 还比较好 有什么呢 这里 大家都不在吃 然后 彼此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郭海告诉记者 他对这里的第一印象挺好的 但是否确定留下来 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吴培利在经历了上午的应聘之后 决定主动出击 直接找到了他心仪的企业去求职 他来到了利乐包装公司 白岸大哥 你们公司现在有没有在招聘啊 招聘有什么 对啊 这个招聘有什么 他是去中介招还是去人才市场招 这个有中介招 哦 这样 没有人力资源主管的电话 连大门都没能进去 吴培利虚神地站在厂区门口 紧闭的大门锁住了他的世界 他什么系列 就因为他是欧美企业 你想去这样子 对 在另一家外企 百利盖门口 吴培利终于说服了门卫和人力主管 争取到来之不易的面试机会 吴培利又流露出之前的自信 新资贷要求的话是什么情况 就税后工资三千五百元左右 三千五百元 首先资料留这边吧 我们目前的话是 平仅这一块的话是 百利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用功回复 吴培利再次陷入找工作的茫然状态 而此时的郭海正在感受着企业大社区的全新生活 挺满意的 其实出门的话不需要 要求不需要很高的 这个第一次走出贵州大山外出打工的80后 对眼前的一切都觉得新鲜 由于专业对口 企业很愿意接收 但它是否能够最终留下 更多的取决于每月的新生 按照国家规定来翻倍的话 那就是三千块左右 对于电子上来说三千块左右还可以 蛮好的的 而还在找工作的吴培利 对每月三千元的工作却并不在意 他告诉记者 他离职的上一家公司 每月薪水也能发到三千多 晚上九点多 吴培利才吃的这天第一口热饭 现在我需要存一笔钱 然后回我的家山做生意 就这么简单 我不喜欢现在这种生活 打工很没意思 这笔启动资金 做个小本生意 就七万左右 六七万就差不多了 我们告别吴培利的时候 当天面试的所有企业 都没能给他最终录取的消息 而吴培利也似乎并不打算降低标准 他觉得自己一定会找到更满意的工作 九零后的吴培利和他的同龄打工者一样 对于工作环境 工资标准 甚至是生活条件 都有着自己期望的某种的标准 他们已经不像是自己的父辈那样 只看重收入 不太计较工作的苦与累了 他们想的是 既要更体面更轻松的工作 还会不满意就会随时走人 那么面对这样的工人队伍 招工企业又如何应对呢 刚进办公室 宋琼琪就拨通了在山东临仪招工的同事的电话 现在整体招聘情况怎么样呢 宋琼琪是昆山维诺信显示技术人力资源主管 春节过后 他和大多数企业一样 正愁着怎么招到足够的工人 而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 用当地整地 就是企业也发展得比较好 军业发展得比较好 然后他们当地 甚至大概都是在两天五到四天九一 有能够当地企业来说 就是在薪资上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宋琼琪告诉记者 在维诺信 一线员工占到百分之六十 企业不仅频频加薪 而且还打出了各种吸引眼球的福利牌 但即使这样也很难遭到足够的工人 而今年一月份的订单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 用工缺口更大了 当初我们去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给他的任务 就是希望能够遭到三十个人就可以 但是从刚刚通话的电话情况来看 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十 为了招到工人 维诺信公司已经兵分两路 一路去外地招工 另一路则由总经理高玉帝亲自挂帅 积极准备周末昆山本地组织的 大型人才交流会 那我们2013年底 相比2013年初 在核心的基础工程式的人员需求的缺口 是两百多人 这个来讲的话 对我们整个集团的人力资源的配备 具有很大的挑战 2月23号当天 在昆山人力资源市场 有275家企业参加了春季大型招聘会 提供了8997个港会 即13000人次前来求职应聘 招聘会上 我们再次来到维诺信的展台 想这一块的话 可能更高端的一些管理层以上 或者高级技术以上的 就不是很 就是人员的资源不是很丰富了 记者在招聘会注意到 整个招聘会上 基本没有低于月工资2000元的档位 而且多是包吃包住 普通操作工 普遍在每月2500元到4000元间 有技术的工资会更高 我们集结的就是一线的人员 特别是装备的人员和这个潮湿的人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昆山的很多企业都在转型中 获胀规模 生产经营面对着巨大压力 他们更希望招收到熟练工人 减少培训环境的费用 降低企业的生产品 在企业内部 我们要把这个设备 整体的装备完成以后 要调整整机出场 那么到了客户现场 我们还要规矩性的调室 这一部分呢 我们把它全部都划过 我们的技术里面 那么这一类的招聘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快买一些 陈志宏告诉记者 每年新开工的时候 都会有工人 因为各种原因 不再返回到工程 另一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占60% 这些新一代农民工 相对缺乏忍耐精神 管理难度大 企业要投入更多的培训成本 整个用工成本 在三项费用总计的话 占到25%以上 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如果说正常情况下 应该达到什么样 我们是希望把它控制在 15%左右 这个比例应该是相对来说 是比较合适的 在其他企业忙于招聘的时候 昆山凯工集团的董事长 苏善珍同样每天 也处于严重的焦虑状态 因为他的企业 之前屡次出现 被别人挖走人才的现象 没办法 明年这个现实 我们开工要生存 就靠自己 怎么样子把人才用 你被挖的墙角 有什么感受 感受应该说很痛苦 培养了几年 人家挖去了 面对被挖墙角的外患 和人才缺乏的内忧 无奈之下 苏善珍选择自己创办 这种中心 培养技术工人 每年的技术能源成本 我们应该说 制造到 1500万 对吧 都不特地可 所以为什么 每年 没有铝 我们这辈子 以前 和木方的研发上去 从最初的 绑制机械设备 到如今的隧道挖掘机 苏善珍的企业 已经进行了转型升级 这也要求 要有足够的 以致配套的技术人才 苏善珍告诉记者 每培养这样一个技术工种 最少要四年的时间 刚才 就是28万 没办法 所以我们是靠记者 这个工厂 才能生存 没有记者 我们的工厂 不能生存 真不能填发底 或者转型升级 这张人根本不可能 为了招到合适的工人 每个企业可谓是 挖空心思的想办法了 到老家招人 提高工资的福利 减少工作强度等等 但是与此同时 企业升级换代 技术的提高 对用工人员的素质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这反过来 又增加了招聘的难度 昆山的企业 又是如何面对 这一现实的困难呢 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继续来关注招工的话题 春节刚过 中国各地的用工荒 再现了 长三角 珠三角的缺工量 都超过了百万人 不仅如此 连劳动力输出 大省安徽 都出现了年后招工的争夺战 这用工荒 到底有多严重呢 在前面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 一方面呢 昆山的新生代农民工 希望工资高 环境好 另外一方面 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 也越来越高了 二者之间的矛盾加剧了用工荒 如何来破解眼前的男朋友 一大早 昆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副局长 梁海英 就拨通了出差同事的电话 第一时间 掌握昆山在外地举办招聘会的情况 派了第一个批次是到湖南的 湖南这一块呢 主要是湘西 棘手和凤凰一些地方 已经出去了九个批次 出去了九个批次 现在是十七个地方 七个省 带了五十多家企业 社保局对七十一家 昆山大型企业返港的情况 也进行了调查 结果显示 企业返港员工 二十四点八二万人 平均返港率达到94.6% 同比去年提高0.4% 但这个数字并没能让梁海英十分满意 她每天都会到办公大厅的数据中心 实时跟踪录用情况 二月份截止现在的录用 二月份到现在一共办了14554个录用 在梁海英对求职人员的观测中发现 就业主体正在从终生在农民宫 向新生在农民宫转变 80后90后 新生在农民宫成为产业大军的职业 自主的意识比较 就是个性比较张扬了 不像以前 有些事情可以忍耐 可以等一等缓一缓 他们现在是个性比较张扬 而且说 如果说稍微有点觉得不舒服 他就会马上跳槽 为了缓解用工压力 梁海英和他的同事们 组建了一个覆盖全国274个技术院校的数据库 作为长期的人才储备 我们会适时的对这些信息进行变更 那么不至于就是时间长了 就是这些资料就是过时 因为他都是随时随地都要保持一个新鲜度 据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 今年全省企业招聘门槛有所提高 就业岗位对劳动者的文化和技能要求 分别比上年增长的成绩7.3 5.2 员工工资人均全额为每月2571元 比上年增长的成绩3.2 现代的国际化产业体系 那么这个产业体系需要大批的高技能的人才的支撑 我们就除了需要创新创新人才以外 基于北岭和南岭之间的灰岭 应该讲是支撑我们昆山 支撑我们昆山转型升级的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随着经济转型正在预见深入 企业对招聘人员的用工要求也在提高 而用工的总体数据也下降 我们早上今年你看到这么多人 实际上比去年 这个时期我们的人才照片 人类资源照片市场 要下降的总人数 从现在的统计 我刚才问了 总人数下降大概20%多 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与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金 移植的数据 于是入口而回 与江苏对全省5,235家企业调查 受经济增长方法 向前压力加大影响 企业用工 这用工需求 较往年 较少 不均招聘人数 分别比上年想象 11.40和3.7的行业 而伴侍的用工人数的減少 用工数据也不算 今年的招聘的情况 就是人才的岗位更多 就是技术人员的要求 比普通操作工的要求多了 那这说明什么呢 一个人数下降 一个人才的成 人力资源的档次 层次在极高 说明我们昆山 进入到一个 转型升级的一个正常期了 90后农民工来了 他们大多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 对精神世界的渴求 明显高于父辈们 他们敢于尝试 也敢于放弃 找工作对于他们来说 不再是救命的稻草 更多的 则是一扇接触世界的窗户 他们有条件 对工作进行挑挑解解 这就将那些程序最简单 环境最恶劣 待遇最低下的 加工制造企业 进行了天然的淘汰 而那些已经升级换代的企业 则是对工人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这也是倒逼工人们 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否则只能是望着高待遇而心探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 用工方正是这两种力量 互相博弈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组 和用工方截然不同的数字 在2013年 中国有创纪录的700万高校毕业生 投入到求职潮 而同时 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 达到了2500万左右 每年城镇新增的岗位 可是只有1200万 人才市场依然是功大于求 数字和现实的差距表明了 劳资双方的分歧正在加大 也就是这样的分歧 会加速产业升级换代的速度 从亏上的案例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随着用工数量的减少 用工的质量正在提高 而这也是一个渐渐的过程 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希望这个进程能够顺利一些 那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